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 我回来了 你在哪儿 在你的录音棚楼下 你等我 马过来 我 那 那 我去把小孩叫来 我很快就会回来 好不好 走了 爱呢 她早会出点问题 收拾我 她没事吧 还好 我仔细想过了 想什么 在老家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你说得对 伤害了你 伤害了其他人 在伤害我自己 应该开始新的生活 陈锋 钥匙 我留给阿埃了 我可以拿回来吗 老王 林老 安队不在 他出去了 什么事儿 放开了案子的检验报告 新的 主要是车里发现的毛发 先交给我们 来 对了 有什么新的发现吗 麻烦成是方凯的 只有一根是瘦毛 瘦毛 猫毛还是狗毛 这个间里起来有点麻烦 得再等等 好 一毛 我先走了 好 东西都还在 你就踏踏实实住下去了 那我这儿没什么事儿了 你去陪艾艾吧 她一个人在医院 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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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家里回来了 作词曲 李宗盛 作词 李宗盛 是想和陈锋重新开始 你爱她 但和她在一起 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觉得迁就对你丈夫 她不在了 你心里的迁就 你被定死了 对吗 谢谢 你太苦着你自己了 李小汉 关于查出谁杀了你丈夫吗 但不是她 只有真正查出 杀害你丈夫的凶手 你才能放下心里的包袱 做个了解 老定 你爱她吗 你的妻子 爱吧 恨她吗 恨她吗 不 你爱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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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她 妈 你也不舒服吗 嗯 小萌 你也不舒服吗 嗯 小萌 小萌 你要干吗 小萌 小萌 你要干什么 小萌 小萌 我跟你嫂子说几句话 爸 泡家对不起你的地方 走 我现在清楚 做人凭的是良心 我只问你一句话 方凯是不是你害死 母亲 我这次回来 就是要把方凯的事情弄清楚 您想着 回来看看 也没忙了 您把夫妻一伤 爸 如果您同意 我想朝回来看看 你现在住哪儿 我明白 您还年轻 以后的日子还长 只要你们幸福就好 家里还有你的东西 随时来闹 你别假猩猩 哥没了 爸病了没前置 您弄得我们家后人亡 爸原谅你 我不会原谅你 别问你就踏实了 也幻竟 doubts 您 您 好 弄走了 一会儿休息 拜 作词 哎 你 怎么着 又准备抓我是不是 那匹 抓你出事 你说 电话说 是不是 兄弟 怎么了 真出事了 江明路大排断了 别废话 然后过来 你睡吧 还没呢 谢谢 对了 爱怎么样了 过两天出院了 不好意思啊 没时间陪你 没关系 你呢 一直没出门 在家待着 去了一趟方家 应该 怎么样 爸 瘫了 他对我一直挺好的 我明天想到医院去看看 他情况到底是怎么样 我陪你去 不用了 爱还没出院呢 再说 这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 怎么没关系 跟你有关系 你真的不建议吗 你真的不建议吗 只要你快乐 您不建议吗 你要不建议吗 应该你不建议吗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不 要不你先去 苏静约了我 一会儿我得去见她 她好像不太开心 她怎么了 她倒也没细说 好像是安丽瞒着她在调查巧语和她爸 什么 又怀疑到巧语头上了 他们也太胡闹了吧 没事 公安局是不会有好人的 我们俩不就是例子吗 那我先走了 好 我送你 对了 对了 如果是我害了方凯 你会怎么样 除了恨之外 会不会有 有那么一点心疼 不要跟她死去的人开玩笑 我是说如果 我是说如果 那我走了 我走 不要 睡在了 你回来了 你在哪呢 你终于想通了 早就该这样了 安丽 怀疑乔雨 是不是因为那眼光那么瞎闹的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我现在的身份太尴尬了 没法说 那你啊 踏踏实休假 让他查去 我踏实得了吗 有人不踏实 你信不过我可以 你还信不过乔玉吗 也对 自己的老婆都不信还信谁 还查查去 不管 没事吧你 哼哼 逼不了你 春风得意啊 我 我春风得意 春风倒是吹起来就是没得意 你们这号人哪 都得得起 得不到的 永远是最好的 你确实是没得到的 孩子怎么得到啊 他搬家里住去了 感觉不对 感觉 感觉有点不对 感觉就是一天一个样 你们两个刚刚开始 当然需要磨合了 你呢 你真的没事 没事 他们就是问问我打方凯嘴巴 上办公室跟他吵架的事 哦 那苏静 你还不知道他 要面子好强 生怕别人说出他什么来 好了 别说了 咱明天见吧 说实话 你就没有拿不准的事啊 没有 我从来都清清楚楚 我也求你 我一直挺清楚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我找不到爱的时候 我都快急疯了 可现在 那你到底打算怎么着 爱这边 就怎么一直瞒着 不知道 真麻烦 人对你挺上心的 不管怎么着 别伤了人 不听你们这些婆婆妈妈的事 没劲 喂 屁股玩什么玩儿 家里有狗 换换换的毛 麻烦权是方凯的 只有一根是瘦毛 瘦毛 想什么呢 想什么呢 没事吧 不意思 是吗 问他要不要出现她的 刺激吗 我就是尽力了 这都不呀权量 早点把肘子弄出来 对没有 就这个 对 喂你好 是见证的新老王吗 我就是 我苏静 苏对啊 什么事 就是那个瘦毛啊 就是在放开车里发现的 那个确定是什么东西 是狗 结果刚出来 我知道 喂 喂 苏静 平常不借你搭理他 今天怎么这么带劲他啊 来 好好抱抱 我申请了工修 等批下来 咱们出去旅游 文理还没批我家呢 你怎么了 失魂落魄的 没事干就这样 喷回毛啊 嗯 老调 来 你抱着他 去换衣服 罗教授对他的情况 最熟悉 罗教授在吗 已经退休了 好像在郊外闲住 一会儿到办公室 去查一下他的电话 您对方凯 印象还挺深刻的 我是他本课的主任教员 他可是一个品学兼幼的好学生 家里穷 人好强 那他上学期间 谈过恋爱吗 研究生的时候 有个新汪的女孩 罗教授肯定清楚 都是他的学生 像他这样的情况 唯一的办法是住康复中心 但是患者他拒绝 是因为钱吗 凭心而论 在康复中心的治疗费用 确实很高 中青年人倒是比较适合 但像方先生们这样的年纪 又有那么多的疾病 我觉得意义可能不会太大 大概需要多少钱 康复计划 加上各种辅助费用 大概在三十万吧 另外还有 听说你家里刚出了事 还是仔细考虑考虑吧 谢谢 喝点水 情况怎么样 还好 还好固然是好 不要有什么困难的话 除了找民警 也可以找我 走吧 乔鱼等我呢 你问乔鱼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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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 他怎么不进来 他去医院了 爱做的手术需要云照顾 爱可是对他有意思 我知道 你就不担心 爱是个好姑娘 这你也让啊 随缘吧 喜欢吗 喜欢吗 像不像 对了 有没有好点 我想 先把方凯的死意弄清楚 你 你怎么弄啊 公安局都弄不明白 总会有办法的 陈锋说得对 也许我根本就不了解方凯 你还了解他干吗 他折磨你还不够啊 你就别跟自己较劲了行不行 好好跟陈锋过日子 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全忘了吧 你怎么样 还好吗 乔波波退休了吗 退了 怎么了 怎么了 没怎么 小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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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听你走 你听我把话说完 那行 那我就在这说 我今天去医院了 我想好了 爸爸的病必须要治 请我来想办法 我们不要你的钱 你不要 你不要那爸爸怎么办 以后的日子在轮椅上过吗 你的钱也是我哥的 随便你怎么想都可以 只要你让我带爸爸去治病 你害了哥害了爸害了全家 你良心不安了 晚上睡不着觉了 老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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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都在开始怀疑自己 怀疑我和小韩 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 是 我是爱她 她 她也许也爱我 我努力想靠近她 可是她的心 毕竟被放开的阴影笼罩得很险很险 也导致我被放开的阴影笼罩得很险很险 始终没有那种无拘无束的感觉 也没有那种 心贴心的感觉 还不像我们 在一会儿唱歌 聊天 很快乐 我 我 我是说 我 我 小潤,你听我说,不管怎么样 她以前对家里多好,对咱爸咱妈也好 你就替我跟爸爸妈妈说说情形吧 那个房子不是说买就能卖的 现在已经等不及了 你就看家里现在有多少现钱 就先挥过来 那你抓紧一点啊 你什么时候来的 刚才啊 钱不够 我这有啊 不用了,没关系 这跟你没什么关系 今天累吗 还行 怎么一头汗呢 要不去洗个热水澡吧 洗完会舒服一点 我 去吧 都洗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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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了 感谢观看 我还是走吧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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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希望她能够治好 那后来分手是在什么时候呢 大概临近毕业的时候 方开已经决定到乔的横那儿去了 为什么 小王到我这儿来说的时候哭了 没说清楚 我也不好问得太多 想想 不过就是那个原因 这事 我有责任 您 他做的那个实验是我的课题 一连干了好几天 累了 操作失误导致了 放射性物质卸除 那乔倒横 知不知道这件事 只有我和汪洁知道 方开很爱面子 如果传出去 他活不了 我得知他的死讯 以为肯定是自杀 没想到 是谁通知您的 乔倒横 那汪洁 现在在哪儿呢 他毕业不久就出国了 还在国外 有联系方式吗 有 您跟乔倒横先生 是多年的朋友了 一定知道他妻子的事情吧 对吗 您能大概谈他吗 蒋梅 就他夫人 出轨乃至私奔 对乔倒横 是平生最大的打击 她是个情种 极爱夫人 最理解后来那个不幸 实在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方开知道这件事吗 他大概知道一些 不过这是乔倒横的忌讳 谁也不敢当面提 这两件事有联系吗 随便问问 案子一直没破 也想了解一下 那吗 就必须在这件事